大国工程摩天南洋 马来西亚吉隆坡标志塔项目建造计时 一项目介绍 一带一路总数 2012年为提升首都吉隆坡的城市形象及国际贸易服务能力 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特别工作组 由首相署主导 成员涵盖财政部 中央银行 证券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 启动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大型综合开发项目 此时在这个金融中心建造一座摩天大楼 列入马来西亚政府重点工作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快海外发展的战略步伐 同年中国建筑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 中建八局与世界范围内多家知名建筑承包商 同台竞标 位于马来西亚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的最高建筑 吉隆坡标志塔 先后经过四轮投标报价角逐 面对31个月的极限公期 中建八局以勇者姿态相应招标条件 向世界超高层建筑师发出挑战 对于吉隆坡地区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 对周围地区的发展 对吸引外资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和促进作用 至此由中建八局成建的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以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经济带动力 融入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 中建八局顺应时代潮流 以高速度建设高质量运营 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和马国2020年宏愿国家顶级战略 成为中国与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合作典型示范项目 设计理念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由地下停车场 主塔办公楼 以及作为股票交易所 餐饮及商场等设施的三栋附属建筑组合而成 整个建筑由国际知名设计团队联合设计 采用了先进的设计理念 简约明镜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 主体建筑以1.35度的角度由下往上 向内缩小 仿佛处立于天地间的玉簪 充分兼顾了外形美观 节能环保 功能实用 结构简洁 绿色建筑等多方面优势 整体设计水平达到了马来西亚绿色建筑标准 GBI金奖水平 在施工过程当中 也是特别注重材料采购 以及使用过程中 对碳排放的一个控制 整体来说 这个项目应该是在施工建造 以及在未来使用上 是能够达到一个绿色施工的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主体建筑的外里面 采用单元式引矿玻璃木墙 木墙玻璃采用冷光涂抹 最大限度地兼顾了日照采光 并保持室内温度 顶端塔罐采用了起伏的菱形木墙 如钻石一般配上夜晚金色的灯光 熠熠生灰 极电系统设计理念超前 采用大量的先进技术 与新型设备 如楼宇综合管控系统 空调冷凝水及雨水收集系统 影像监控停车位管理系统等 项目概况 特点及难点 高 大 京 尖 特等超高层施工中 所面临的众多难题 在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展现的淋漓尽致 主要体现在 一 主塔楼地下四层 地上97层 地上高度为452.066米 是马来西亚最高建筑 但工期仅为31个月 时间仅任务重 二 法板基础平均厚度超过4.2米 总面积达4500平方米 混凝土总量近2万方 此超大超厚型基础 却需单次交注成型 施工难度大 三 塔罐整体结构高达60米 重达3000吨 仿佛一个倒挂在400米高空的巨型灯笼 安装难度极高 并且美丽的建筑 公众未能看到 这些地方将来成为了美丽 工程管理 2 工程管理 土建施工管理 在现场施工过程中 项目团队利用先进的国际工程管理理念 精湛的超高层建造技术 精湛的安全生产管控 及总承包管理体系 一一克服难题 实现了26个月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履约承诺 创作了全球400米以上摩天大楼 主体结构最快建造速度 土建施工管理 1 混凝土施工 法板基础大体积混凝土 及超高迸送混凝土的配合比 设计和施工 是这栋摩天大楼的技术难点之一 季吉隆坡双子塔完成之后 马来西亚当地 已经继20年 没有施工过400米以上的超高层 相关混凝土技术实践经验非常匮乏 中建八局调派总部技术专家 亲临施工现场 指导项目部和当地最大的 混凝土供应商YTL集团 研制了超过13个 可靠实用的混凝土配合比 涵盖了从G45到G75 各个混凝土强度等级 形成了适用马来西亚地区的 整套超高层混凝土适配资料 实现了法板大体积混凝土 低水化热温度可控 超高蹦送混凝土塌落度大 蹦送性能好等优良配合比 混凝土质量是项目结构施工 最为重要的控制点 为确保快速施工 项目部建立了自由混凝土 试快检验点 及时监控混凝土质量变化 通过优化胶筑方法 控制收面质量 加快过程保护 始终施墙面混凝土免抹灰 地面混凝土免找瓶 节省了相关工序 节约了工期及成本 2016年5月2日 项目部历经60小时不间断施工 一次性胶筑2万方底板大体积混凝土 创造了马来西亚单次胶筑混凝土最大方量记录 主塔楼的各个区域采用不同等级的混凝土 51层以下简历墙混凝土强度为G75 51层以上为G67 组合楼板混凝土等级则为G45 项目部采用两台3E重工HBT90超高压混凝库蹦机 三套壁厚12毫米的150A超高压耐磨输送管 实现从地面将不同等级混凝土 蹦送至410米的胶筑高度 2018年5月31日凌晨 项目部全体人员克服了频繁下雨 混凝土供应部及时及劳工不足等不利因素 在经历了790个日业业的连续奋战后 圆满完成塔楼混凝土蹦送任务 创造了东南亚地区最高蹦送纪录 为满足快速施工需要 项目部从国内引进了自研物料 鼎声平台液压爬磨甲 与国外DOKA爬磨体系结合使用 解决了原DOKA爬磨设计载重不足 施工工作面小 安全封闭性不好等问题 实现了爬磨分段流水施工 便截面核心筒 爬磨拆改与结构同步施工等关键技术突破 最大程度优化了机械和人工效率 为核心筒结构三天一层的施工速度 提供了最优励的保障 仅仅历时20个月 项目部就完成了核心筒结构施工 从前期我们整个的爬升大概要用到三到四天每一次的爬升 后续经过我们改良我们的一个爬升的一个作业步骤 然后把相应的一些操作平台直接附着在我们的这个爬升机构上面 才能达到我们后续三天一层的这个标准定期 整体的爬磨系统和整体的鼎升的工作平台 除了能够大幅地提高工人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外 也形成一个封闭的这个施工环境 使得它既安全又美观 二 钢结构施工管理 物流管理 中马两国海运航程约2400海里 从上海港出发经台湾海峡 中国南海 转入新加坡海峡 然后抵达马来西亚巴胜港 该航线在夏季会面临台风影响 沿途海况较差时会影响船期 增加货物损坏的概率 项目部提前考虑各种不可抗力因素 充分考虑恶劣天气的影响 严控发运计划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所需物资数量庞大 从中国进口的建设物资和设备主要有 2万吨钢结构材料 塔吊支撑结构 核心筒爬膜架体等 这些货物依照详细的物流计划 分批分层分区的发往项目现场 巴胜港堆厂的工人 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工作制 按照楼层施工进度及南北区 两个塔吊的工作安排分件发货 精益的物流管理机制 保证了现场三天安装一层的施工速度 现场施工 基隆坡标志塔项目钢结构框架 总用钢量近两万六千吨 在高空中进行钢结构的吊装和焊接难度大 危险性高 针对此施工难点 项目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垂直运输解决方案 一、在塔楼核心筒简历墙上 布置了三台必长为50米的爬升式冻壁塔吊 其原端吊重可高达16吨 通过严密的施工组织 对塔吊施工爬升工矿详细分解 将外挂式塔吊附墙拆卸 转运、安装及塔吊顶升等多工序 穿插在同一天完成 再一次在大型施工设备使用方面 节约了大量工期 这个项目最艰巨的一环是我们的塔罐施工 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越深入才发现对我的挑战非常大 塔罐安装是项目钢结构施工 最具挑战的工作之一 现场24小时施工 施工人员每天三班倒 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 克服了倾斜构件多 汗戈动火座椅量大 安全防护设施 布置困难等各种不利因素 在塔罐封顶前 项目部还会同国内总部专家 共同公关论证 成功解决了塔吊在400米高空移位 电梯颈部分的钢结构则采用紧凑流水施工 使用四个班组同时施工 确保核心筒比外矿钢结构提前两层完成施工 保证外矿水平结构整体胶筑 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塔楼木墙外里面 无任何施工设备 无任何后座结构的超高层 三除此之外还辅助使用了活动式吊料平台 解决装饰装修接电设备 小型材料的运输问题 充分考虑进场卡车货斗尺寸 及塔吊其重能力 经过魔术匹配计算 确定吊料平台尺寸和钢骨架模型 在楼板增加平台临时固定装置 平台底部增设导轨 采用小车装货 卷阳机或手动插车卸货 加快卸货速度 将零散材料集成化 在工厂预先装栏 到场直接调运 减少现场材料二次导运 大幅节省塔吊时间 避免了场地占用和交通拥堵 同时也增加了散装材料调运的安全性 正是因为在垂直运输的组织管理上 做到了超精细化管理 各道工序安排合理无缝衔接 紧张有序施工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把众多看似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纲结构焊接 吉隆坡地处多雷雨地区 频繁的暴雨和雷电 对现场钢结构安装的 进度和质量管控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项目外矿钢柱 使用了2600吨 欧标材质的S460高强钢 板厚达82毫米 钢材强度高速性差 焊后亦产生裂纹 碳当量大焊接会有脆硬倾向 为保障钢结构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项目部组织了专业的焊工队伍 制定了合理的焊接工艺平定流程 焊接过程严格执行焊接工艺参数规范 实行焊接全过程监控 保证每一条焊缝满足质量要求 严格控制焊接热输入量 小电流多层多到焊接 S460后板焊接前 必须进行预热处理 预热温度为100度 层间温度控制在250度以内 焊接后250度下保温一小时 避免产生裂纹 当前 国内同类项目高水平焊接合格率 在95%左右 吉隆坡标志塔焊接合格率 达到了99.7% 远远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 技术应用 基于项目面临的上述种种施工难题 项目部进行了各类资源的整合 采用了专家论证和闭目技术等辅助手段 为标志塔项目的完美履约 保驾护航 专家论证 项目施工难度大 中建集团和八局总部领导高度重视 多次派出专家组赴现场指导工作 对超高混凝土迸送 爬磨爬架 垂直运输 爬吊鞍拆及爬升等重大方案 进行严格仔细的技术论证 针对方案中的重难点 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 项目团队在总部专家的指导下 融合国内国际先进技术 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创造性地解决多项超高层施工难题 针对项目专业分包多协调困难等特点 项目部开发了适用于当地的中英双鱼 币目应用协作平台 由各专业团队进行单专业建模后 项目部币目人员进行模型整合 统筹分析 检查不同专业模型之间的错漏凤缺 随后上传到云端平台 使用专用的APP 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查看模型 将闭目模型和图纸库相关联 通过点选某一构件 就可以随时查看到相应部位的最新版本图纸 通过对现场材料和构件 进行二维编码并接入闭目模型 使得场外物流调配和现场施工管理 更加便捷高效 通过采用最先进的闭目技术 项目部共优化设计五十余下 解决碰撞问题140多处 有效地提高了各专业间的设计 和施工管理沟通效率 安全管理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中国速度令人惊险 安全生产同样成绩斐然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始终秉承中国建筑安全第一 底线管理 孰高就孰 国际领先的管理原则 三年以来 共编制重大风险预案六项 专项施工方案24项 安全管理制度40项 安全验收计划9类 通过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管理 高标准执行马来西亚当地安全管理规范 融入中建标准化管理手册 及安全示范达标工程的要求 项目安全绩效卓越 至今已累计实现近2000万安全公式 通过拍摄安全威电影《安全观》的中建梦 评选行为安全之星 安全讲师比赛 可视化管理等一系列 深具中建安全文化烙印的创新管理活动 使中国标准和马来西亚属地的安全管理 得到不断融合和提升 形成了全员参与《我安全你安全》 安全在中建的安全文化氛围 好早晨 安全是不只是一个人的行业 而是一个人的行业 今天我们将来赢了一些安全党 他们都展示了很好的安全性行业 他们都是我们所有的例子 我非常愿意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疾病 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从基础安全标准的执行者 到先进安全文化的引领者 打造了标志塔项目除超高超快之外 又一张亮丽的安全名片 总承包管理 作为项目的总承包商 中建八局利用多年海外工程经验的强大优势 打造中建主导 协调 各分包并肩配合的良好工作局面 施工现场综合安全 门禁管理 接电安装 室内装修 木墙安装等 是总承包管理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项目部使用三岩 即岩查 岩管 岩讲程的管理办法 克服了施工现场人员多而杂 超高层快速施工任务繁重 且危险系数高 属地分包多 造成的语言文化障碍多等种种难题 文化团队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是一个南北文化差异共存 中外文化不断融合的大型项目 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百分之四十八 属地员工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七 项目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严格管控项目部纪律 并积极调动所有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激情 形成一副人人具有积极正能量 团队精神拧成一股绳的拼搏精神 正是这样一支使用不同语言 融合多元文化 充满干劲 勤心协力的团队勇往直前 不断攻坚克难 一次次刷新了世界超高层建设记录 通过在吉隆坡标志塔项目上的历练 很多员工成长为业务能手 管理骨干 项目部先后为其他项目 培养输送了项目经理 总工程师 商务经理 现场经理 接电经理 安全观等关键档位 无十余人 我感到骇见 因为我能够接触到这种大业务 我永远在我的生活 同时都有一种客户耐劳的精神 所有联络者都在这里 都很好 他们回到中国 我感到很惦强 因为我失败了一场很好的 成长的国家 我非常愿意 成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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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幸运在这里 祝福这些超级超级建设 中国建筑集团积极相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带动20多家中资分工商 200多家马来西亚本土分工商 共同参与项目建设 即带动了中资企业集体出海 共同拓展海外事业 树立中资企业在海外的良好品牌形象 又充分与马来西亚当地分工商合作 直接促进马来西亚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携手发展 多方共赢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制造钢结构为主 跟中间的合作呢 我们已经大大的改变 我们的产能技术跟施工 标志塔HX106的成立 带动了整个TRS经营区 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新一步 会给我们马来西亚人带来一个新的商机 在项目建设期间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共接受近百次的媒体采访和报道 中间集团的完美旅渔 在马来西亚社会各界 引起积极热烈的反响 政府官员和业界同行 经常到项目观摩考察 标志塔项目 不但为中国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一位中间集团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今天成建的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实际上是我们在海外成建的最高的一个建筑 证明了中国技术 中国质量和中国技术 我宣布吉隆坡标志塔 今天顺利封顶 三年磨一剑 后击而薄发 经过辛勤付出和共同努力 项目部两次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颁发的 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金奖 2018年3月 从英国伦敦传来好消息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荣获英联邦安全优秀奖 该奖项的获得 意味着项目的安全管理 获得了国际建筑业的广泛认可 实际上 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满载而归的远不止这些 还获得了 中国建筑工程钢结构金奖 中建总公司科技推广示范工程 八项专利成果 七篇核心期刊论文 AEC卓越大奖 行建香港创新大奖 龙图碑 创新碑等四项顶级闭幕大赛荣誉 红旗党支部 红旗团支部 青年安全示范港 青年创新创校团队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等一系列集体荣誉 这些荣誉是中建人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今天中建八局 一批新弹月建造的标志塔已送入云霄 暴力于马来西亚之巅 中建人已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中国质量 中国技术和中国速度 为世界建造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